今年不知道为什么掉进通风景里面的猫特别多还都是小猫 最近我们又救出了两只 第一只是球人 在地下车铺停车的时候听到有小猫在叫 找了半天才确诊是小猫掉进通风景 所以求助我们 我们到了现场的时候 通风景的扇篮已经被拆了下来 这个通风景非常的狭窄 深度有9米 而且在下方还有个通道 小猫就躲在通道里面 我们放大猫照顾小猫的声音 只能听到下面有小猫在回应 但小猫就是不出来 这样只能下笼的设计是笼子里面放上罐口 把小猫给诱惑出来 于是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就准备下笼子 由于通风景非常的狭窄 只能先竖着把笼道往下放 放到最下面再放平 笼道放完后 我们先把通风景封死 明天再来看 第二天球助人通知我们小猫招到了 并把笼子拉上来送笼过来 随后我们又跑了一趟路 这是一只白色的长毛狮子猫 但不是纯白色 同样有点点黑 小白猫被拿到办公室之后 我过去查看 把小白猫抵了起来看看颜值 我发现只要是长毛了 就没有长得难看了 所以这起门就叫不难看 在我爸不难看放进行方向 众认识明观行方向都没的时候 被不难看给跑了出去 这下可好了 小杨大嫂子一喊 早饭放放猫了 并带头取消我 老板放放猫了 快快看 立马没头就有三个手机拍包在里面抓猫 小杨更是笑得像个断气的大哥 同样是猫跑了 人家小潮是这样子的 大猫大猫大猫 大猫过去了 老板 摸手了 不敢了 再对比一下小杨 我觉得这个月扣到200块钱的工作 是扣的有点少了 还得再加200 最后不难看被我逼到脚头抓到了 抓到他 他还不服气 还想再跑一次 然后被放进笼子后 果然不难看又跑了一次 像这种必须对他进行猫的教育 最终教育成功还算是不错 领养人来的时候 已经学会装模作样5分钟了 然后成功的骗到了一位领养人 对于这种善于坑蒙拐骗领养人的优秀训言 家长必须多点罐头鼓励鼓励 也就在救上来 不难看的第二天 又一个通风景的小猫 当时已经是晚上了 我们到了现场已经8点多了 这个通风景是更加的危险 没有护栏 而且深度有13米 中间还有一个凸起 营又比较困难 我先做好防护 穿上安全带 再尝试下笼子 这个空间更是狭小 连下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主要是里面太暗了 看不清楚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的手电不太亮 在尝试了7、8次之后 终于成功的把笼子下上了 但我的手臂也基本上快废了 像我笼子我整理装备的时候 才发现问题 怎么我们自己的三个手电 都在这里 原来林老师和刀刀老师一紧了 全程用的是求助人的手电 怪不得我看不清楚了 所以在任何情况下 还是要相信自己的装备 第二天小猫进笼子抓到了 林老师跑一趟去拿了过来 这是一只长帮奶牛 在通风景里面有好几天了 昨晚他把我笼子里面的 逛子全部吃光了 现在惊气十足 在笼子里面是上上下跳 还给我来了个越狱 然后小奶牛不抓到 扔你的笼子 结果龙子们一打开 小奶牛又跑了出去 小羊又兴奋了 又带头吵嚣我 这个月小羊的脚筋 怕是没有了 怪不得这两只小猫会掉进风格里 就这个跑法不掉进去才怪 小奶牛在外面穿了两下 成功都被我抓到了 到这时我才真正看见 小奶牛长什么样子 长毛中分 沿着在奶牛家里面 算是相当的炸裂 就这个性格 目前来说也很奶牛 所以该取名叫太能穿 太能穿看着胖乎乎的 实际上只是虚胖 冻子一包 身都没有了 就只剩个头了 我却才能算要多吃饭 才能找身体才能算 竟然说天太热吃不下 另外龙子那边两只小羊猫 也延伸符合 说这鬼天气吃啥也没胃口 那他们还是太年轻了 还不知道为什么 毛刀学院有猫猫 可以吃生猪猪的穿饮 我们是针对不同的情况 有不同的罐头可以提供 天气炎热吃不下饭 我们又够玩了 夏季新鲜明明鸡和笋笋鸭 明明鸡含有五种果树 线米鸡肉 让小猫咪超有食欲 笋笋鸭含 用鲜嫩如笋和螺旋岛 每一口都清清爽爽 好笑话一吸收 对于这种小猫仔子 让他们就算是食欲不好的夏天 也能够吃生猪猪 几个惯动下去 太能川彻底对我毛刀学院刮目相看 我告诉他 要是能好好学习 我原可能保他融化富贵15年 太能川表示 一定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